詞曲 李宗盛 好 那我們就再繼續講涅槃法印 我先跟你們預告一下 這個五個觀點啊 我如果是在佛學院上課的話 這個是可以講差不多五六個小時的 我現在是盡量在一個小時四十分鐘把它完成 所以 所以我就 你們就是先把這個種子把它種進去 那我到目前講的東西你們都有聽過嗎 有聽過的請舉手 OK 好 那沒關係 要睡著的時候就站起來 OK 那涅槃法印 那我們常常講說涅槃和涅槃 什麼是涅槃 涅槃就是一個無有煩惱 無有痛苦的境界 它是究竟自在的境界 那是怎麼樣的境界呢 它是一個沒有貪念 沒有稱恨沒有愚痴的解脫境界 這就是涅槃 那涅槃極境呢 是我們研究佛法者的 究極理想 那怎麼說呢 如果有一個人他 學佛法 可是他會說 嗯 我很喜歡佛法 可是我不想解脫 那符不符合涅槃法印 不符合 人家說 佛法很好 可是 我的貪念 稱恨 語詞太多了 我可能沒有辦法滅掉它 所以我就暫時不考慮 那這個 與涅槃法印相應嗎 不相應 答得到答不到是一回事喔 可是那個目標 該不該有 一定要有 因為涅槃法印 它就是一個 要與解脫 與無煩惱 無痛苦 相應的一個境界 我們一般人是 我們嘴巴說 不喜歡煩惱 可是我們 很樂意煩惱 我們會找很多方式讓自己煩惱 煩惱過度之後又說 很討厭煩惱 都是自找的 因為我們的內心 有常性 有我 我們就沒有辦法體會涅槃 體會無常 無我 才有辦法了解涅槃的那種境界是什麼 凡是佛法的研究者不但要把文字所顯的實意 體會到自心 還要了解 文字 語言的 無常無我 直從文字中去體現 極滅 那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說連文字 文字只是一個工具 記住喔 從文字當中 涅槃的境界是沒有辦法 解釋清楚的 因為涅槃是一種體會 是一個 無貪 無稱 無吃的境界 遅滅 四欲留之 与这个法的这个四一 那这个两组呢 它代表修学的次第 还有正确的态度 四欲留之 为什么要欲留之呢 就是说你必须要准备好自己 你才有办法进入解脱的境界 就是出国的境界 那这个 它的修学的正确态度 是由法的四一来平衡它 这两组啊 观念必须要达到平衡 才能成就会学 就是 文 师 修 三学 文会 师会 修会的成就 的这个 它达到平衡才能得到这个 会学的中道修行 那你看 这边 四欲留之是什么 第一 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解脱的境界 是透过这四个这样次第 进入的 那法的四一呢 就是它要平衡它的是什么呢 依法不依人 依义不依语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依字不依事 你们写的来不及的话没关系 我这个资料 曾伯母 我一定会印给您的 OK 您就 注意听那个解释 这些只要是这里我读过的东西 全部可以跟你们免费分享 接下来我要不要你们看那个关系 依法不依人 清净善事的同时要记得 依法不依人 这个你们要跟我一起念 这个一定要念的 清净善事的同时 要记得 依法不依人 OK 那我要解释一下 宗教的狂热 宗教的那种fanaticism 都是怎么来的 依人不依法 我们很多人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呢 我们都落入什么呢 偶像崇拜 我们都参加什么呢 不是参加活动 是参加造神运动 我相信很多人 他在红法 他在阐述他的宗教的时候 他的本意都是好的 出发心都是好的 可是当人越来越多 大家越赞叹他 越恭敬他 他就觉得说 好像我有一点功夫耶 那个气球就 一直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本来那个自我是要减少的 变来越来越大 越来越膨胀 到最后他觉得说 佛 佛与我 无有差异 他忘记了 他不是无我 他是忘我了 他忘记自己是什么一回事了 他忘记自己的那个贪嗔痴了 他掌养他的贪嗔痴了 那也有人配合 一大群人就说 哇 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开始了 崇拜 盲信 不理智 我们追求真理的人 一旦落入这种造神的运动的话 没有好结果的 事后造成的伤害啊 朋友 亲人 种种的 不要怪别人 怪谁 自己 那我都经过这个阶段了 我可以亲自的告诉你们是说 我们很真诚地追求一个真理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过程就是要 跌个倒 了解说 不要去忍我崇拜 要依法不依人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反对什么 迷信 反对盲从的 一群人 去听一个东西 人越多听那个东西 越多人听 他就一定是真理吗 请问 不是 越少人听 他就不是真理吗 也不是 什么是真理 从佛教的角度 真理就是符合刚刚 第二个所讲的什么 三法印 真理的展现要符合第一个 什么佛陀与佛说的基本的精神 慈悲的精神 平等的精神 他才是真理 只要违背平等慈悲的精神 只要违背三法印的内容的话 他本身就是一个 适应性的东西 他不可能是真理 所以 你看哦 事欲留之第一个是说 清净善知识 为什么呢 真正的善知识 他一定能帮你节省时间 他会告诉你说 你怎么修会比较好一点 会比较 他会指点 他会指点你 可是你是修学的人 你因为他帮助到你 结果你就开始什么 迷信他 开始盲信他 崇拜他 那你就依人不依法的时候 那 这个关系能持续的这样发展 而让你得到真理吗 不可能的 所以 清净善事的时候 要同时要记得 依法不依人 好 第二 依义不依语 听文正法的时候 同时要记得 依义不依语 读经的时候 要前后连贯 不要断章取义 清净善事跟听文正法 这个两个 是文所修会 是三会学 就是文思修的文所修会 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 什么叫做断章取义 你知道我们佛经都有 寄送跟常行 或常行 那寄送通常是比较短 简短的咯 那有一个寄送 他是说 弥勒菩萨 弥勒不修禅定 不断烦恼 那有一些人就说 你看弥勒菩萨 他不修禅定 所以不用修禅定 他不断烦恼 那我们也不用断烦恼 那弥勒菩萨是修什么的呢 无所不修 无所不在 无所不是 无所是是 那是什么修行 那是误会了那个经文的意思 他是那个经文之后 在常行 常行上有解释 弥勒菩萨不修 与止观不相应的 就是他不修生定 他只修出禅到四禅而已 他不修那个 飞翔飞翔天的这个禅定 他不是不修 他是不修生的 无意义的禅定 第二 他不断烦恼 不是完全不断烦恼 他是断粗糙的烦恼 可是他因为不忍众生苦 他立志修学菩萨道 所以他不能完全断掉他的烦恼 因为他断烦恼 所有全部断掉的话怎么样 他就不受生了 他就没办法行菩萨道了嘛 这一句话是这样解释的 所以断章取义 就是说把那个致意 依那个语言 不是依他的意识 他的解说 那会让我们的修行会偏差的 这是只是举个例子 那再接下来第三个 依了意 不依不了意 如理思维的同时要记得 依了意 不依不了意 三法印呢 就是了意的准则 实际上 不只是在研究佛经 甚至于在日常生活 一个人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都可以运用三法印 举个例子 你今天你要做一件事情 那你想达到一个结果 你要认知说 这个东西我做了之后 我要观察它的变化 因为它是无常的 你要有一个警觉心 不是说今天我有一个问题出现 我来一个解决的方案 可是我解决了之后 我就认为说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不是你要观察说 它的无常的变化 另外 你要观察这个无我的这个实质 你要了解说你的心 身心一直在变化当中 所以呢 一个问题的处理的话 你要观察你自己的这个当中的 种种的心态观念方法 你要一直做调整 那涅槃法印是什么呢 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产生善法 还是产生恶法 是长养自己的慈悲心 还是长养自己的称恨心 你要一直去说 是与解脱相应的 还是违背解脱的 你要一直去抉择它 所以你就可以运用三法印 在日常生活当面 很多事情 待人处事 都可以运用三法印 三藏就是经律论 就是我们佛陀的那个经典里面 有一些经典呢 它是属于了意的 有一些是不了意的 我举一个 可能你们都常听 这里有没有人读过地藏经 地藏经讲到的是什么 地狱的境界 那我问你们一件事情 你们认为地狱的境界是 时时 真真实实 有人在那里 折磨你 割你 脱你 拉你 砍你的吗 地狱有没有 有 地狱存不存在 存在 可是它是一个心意识的 一个存在的一个 一个 一个空间 那些苦相 地狱的苦相来自什么呢 来自于你 造成众生的痛苦 众生的痛苦 在你的心意识当中产生的一个印象 你会在地狱当中 一支 重复的演练这个痛苦 这个恐惧 所产生的那个印象 那才是真正的地狱 那才是真正的地狱 可是一般人你说心理的 心意识的地狱 容易了解 不容易了解 你跟他说 你做坏事 你以后你就会被他捆起来 绑起来 会被人家拖拉割杀 那这个大部分人都看得懂的 你有没有发觉 地狱里面的境界 所讲到的 那些种种的那个现象 都跟什么有关系 古代的国王啊 他们在做那个 torture 酷刑啊 撒谎的人 对国王撒谎的人怎么样 割舌 违背国王的意思的 割舌 偷东西的 切手 所有的东西都是印度古代的刑法 你只能是用一个 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symbolism 一个 表象 它是一个更深层的 内心的那种恐惧的 感所产生的一个境界 那种更恐怖 就像说我们做了坏事 对不对 我们对人家伤害了 那产生一个印象 结果之后会怎么样 我们会怕什么 同样 遭到同样的伤害 我们骗了人家 我们欠了人家 我们就会怎么样 怕人家偷我们 那个印象 那个才是真正恐怖的 那你就想想看 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 一直在那个痛苦当中 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活 活 怕怕怕怕 怕到死去 再活过来 再死去 再活过来 这个痛不痛苦 远比有一个人在那里 咯咯沙沙 来得更痛苦 这是举个例子 这个 如理思维的部分 是属于思绘 文思修的思绘的部分 最后 医治不医事 法随法行的同时 要记得 医治不医事 这个是呢 是什么 指分别意识 烦恼意识 人间情事 治呢 是指直观 如实的正知正见 所以 所以从佛教 这个修学呢 你要 依着佛法修学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记得 医治 不医事 这个是属于 修会 文思修的修会 当 文思修 你经过这三个过程的话 你就会什么 正入 空性界 那你就可以正入 这个出国 解脱的境界 可是他 你要注意 他一定有一个 两组的一个平衡 所以我就画了这个图 你看 清清善事 要注意 医法不医人 这就是 会学的中道 听文正法的时候 同时要 医医不医语 如理思维的时候 要医了医 不医不了医 法随法行的时候 要医治不医事 这样才是中道 会学的中道修学 我真的很希望说 我当初出家的时候 有人就跟我上这堂课了 我就不用去崇拜别人了 可是 也是要经过这个苦相 才会想要跟人家分享这个 对不对 所以也是好事 好 世西坛 第四点 我刚刚已经讲了 第一个是 佛陀与佛说 第二个是 三法印 第三个是 思域流之与 法思一 现在是世西坛 世西坛呢 它是梵文 而翻过来的 一个字 西坛是 Siddhanta 这里 它的翻译为 中趣 意趣 目的 教法 这个是龙树菩萨 在大制度论 对不对 它在第一章的时候 初章的时候 它讲的 它说 一切佛法 皆 可以分 就是说 包含在 涵盖在 这个世西坛里面 世种中趣里面 所以 因为龙树菩萨 它精通 圣文称 跟这个菩萨称经典 所以它说 它提出了这个 世西坛的判法 那 因为它认为说 佛陀是 应激说法的 佛法是 适应众生的 根基而安利的 需要什么 它就给它什么 所以 佛陀对这个群众说的 跟 对另外一个群众说的 可能不一样 比方说 佛经也常常这样子 佛陀跟一个 不喜欢照顾病人 他说 朱比丘 看病福田 第一福田 他这样跟他讲 在不一样的情况 他跟他说 朱比丘 那个 说法福田 第一福田 那佛陀是不是怎样 有错乱 没有啊 佛陀是针对 听众的需求 他告诉他说 他要做什么 什么是第一 你知道吗 你需要做的 就是第一 你不需要做的是第二 就是这样子 所以每一部经啊 你会发觉 佛经对不对 每一部经都自己 称为什么 经王 经中之王 每一部经都经中之王 那不是王王相对吗 不是啊 他互不相违背的 是你的根基 需要这部经 那一部经就是你的经王 等到你这一铁药吃下去 你已经觉得说 可以了 我的病已经差不多快好了 那你还是要 可能会再相应另外一部经 四种西坛 那这个大家跟我一起念 世界西坛 各个为人生善西坛 对治西坛 地义西坛 这四种西坛 就是说 一切佛法 皆可以归纳在这四种 一去 中去里面 甚至于 我敢说一句话 一切世间的思想 都能归纳在这四种 所以有时候 你看到一个人 讲了一句话 你说 他这是生善西坛的东西 他在讲对治西坛的东西 不是不是 这是世界西坛的东西 你就能了解 能归纳他 当你归纳他的时候 你就不会什么 那个不是 那个是 不是 你就了解说 他是什么 他的真相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个法的目的是什么 你就能归纳他了 那我现在解释 一个一个解释 世间西坛 他是以引起乐欲为终 使生欢喜心 随顺众生的不同怨欲 给他说不同的法 就是先以欲勾纤 后令入佛制 世间西坛 那世间西坛 我就用一个我们平常比较常接触的 一部经 奥秘陀经 金银游离 玻璃 车局 赤诸玛瑙 我问你一件事情 世间财富还没有给你造成足够的烦恼 你还要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去挖那个金银游离 玻璃 车局 赤诸玛瑙 这边钞票还数不够啊 你还要去那边 那个 那个只是佛陀的一个 让你产生 你对财富有一种执着的话 你就会想说 哎呀 多好 我到那里不用钞票了 我走到哪里 遍地都是黄金 我告诉你 遍地都是黄金 有另外一个意思 你知道吗 黄金为什么会贵 稀有嘛 遍地黄金的时候是什么 不稀开 就是沙嘛 可能西方极乐世界 沙是最贵的 它是最稀有的 因为它没有沙 它只有金银流离玻璃车局 赤诸玛瑙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这个是为了要适应 它是有一个世间息谈的适应性 给对财富还没有完全放下的人 他就想说 我去到那里 我所有都有了 你可不可以想象 今天在世间 遍地都是黄金 如同沙那么多 你会去挖吗 疯子啊 黄金就是少 你才会觉得它贵嘛 对不对 遍地都是钞票的话 你会去拿吗 不会的 这是世间息谈 那这是所谓 欧密陀经的世间息谈的部分 可是你要记住哦 它这部经很深的哦 它还有其他的部分 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看 为人生善息谈 以生善为终 使善跟增长 这与世间息谈不同 不是为了随顺众生的怨愈 而是佛法所认为 何于道德的 所以欧密陀经里面讲什么 不可以少 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就是说 佛陀不希望说 你想去那里就是为了要去挖金银 琉璃玻璃车去吃出玛瑙嘛 所以你在这边你就要先 种什么 善根福德因缘 那这是不是生善 为人生善 对啊 想去西方的人他一定要什么 持戒 他要孝顺 这都是 这个净土五经里面所讲的嘛 为什么 他叫生善念 对字西谈 以制止人类的恶行为宗旨 不但是制止身体 与语言的恶行 还要进化内心的烦恼 所以呢 去西方 到那里 树 风 种种的 唱着什么 五根 五立 七菩提芬 八圣道分 就是三十基道品 所要修学的 断烦恼的种种法门嘛 你还是要熏习这些啊 你还是要进化你的什么 贪 撑 吃嘛 那这就是对峙法门啊 对峙西谈啊 一部经里面 每一部经都有他的四西谈 每一部经他有着重于世间西谈或者着重于某一个西谈 某一个中趣 可是每一部经都会有这些成分 最后 第一义西谈 以贤了真意为终 这是佛陀自证的诸法实相 不信解这甚深的真意 绝不能了脱生死 原成佛道 所以佛是以第一义西谈为究竟的了义说 这才是佛陀的佛法的薪水 当你有世间西谈 为人生善西谈 对峙西谈 他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义西谈 可是请问 没有世间西谈为人对峙 可以直接就体会第一义西谈吗 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 我们要先对峙烦恼 才能体会什么是清静的境界 你没有对峙它之前 你没有办法体会清静 你没有入门 透过世间西谈入门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开始修学 你没有生善念的时候 想要更好的一个人生的时候 你不会修行的 所以它都是必要的 那这就是说 我以《奥密陀经》为例子 告诉你们说 每一部经典都有它的不一样的成分 这是西谈 那当然第一义西谈 比较接近于它的是什么呢 讲到空性的东西 讲到源起性空的东西 讲到就像金刚经 金刚经它凸显的是什么 就是第一义西谈的这个内容 可是你们有没有发觉 金刚经整部经 有一个字是没有出现的 金刚经是讲波尔空性的 有一个字没有出现在金刚经 你知道哪一个字吗 空 从头到尾金刚经没有一字空 你们有没有发觉到这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 没有察觉到对不对 你回去翻翻看 看金刚经有没有一个空字 因为真正的空性 是超越语言的 所以代表空性的经 它根本不止止空 那这是又另外一堂课了 龙树菩萨又接着说 他说 四西谈中 这是在大制度论里面的 四西谈中 总设一切十二部经 八万四千法杖 皆是实无相违背 就是说 龙树菩萨说 你的正确态度来看这个经典 所有的经典的话 你不能说认为说 这个我喜欢我不喜欢 这个对这是错 不是 你要了解说 这个是世界西谈 这是神善西谈 这个是对治西谈 这是第一意西谈 你要了解说 他完全是在跟佛陀想达到 那个读者的那个 让他得到的体悟有关系 所以你就不会产生对立的观念 那另外 除了第一意西谈 诸于论意 诸于西谈皆可破顾 可破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可以有变化 它可以有时间空间的适应性 它可以有文化的那个适应性 它可以有方便的那个适应性 唯独什么东西不变 第一意西谈的真理 因为它是什么 第一意西谈就在指什么 三法印的体会 所以在妙法莲花经里面说什么呢 更以意方便 注显第一意 好你看 就是世界 生善 对质 都是为了要凸显什么 帮助什么 凸显 帮助 我们众生了解第一意西 在妙法莲花经也说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法莲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吗 有一个人 他的那个邻居盖了一个三层塔的一个房子 三个楼 他好喜欢 他很满意 他说那个第三层最漂亮 他去找一个建筑师来 他说某某人 不要浪费钱在第一层跟第二层 你直接给我盖第三层就好了 我最喜欢那个第三层最庄严 该得成吗 该不成 为什么 没有第一跟第二作为基础 所以指哪来第三呢 所以我们对世界 深善 乃至于对峙西坛 不能有种排斥 我们要了解 这是我们 在修学的过程的话 种种的需要 他要帮助我们体会第一意西坛 所有的经典都要 他要达成这个任务 那在这里呢 我就做一个批语 有个小孩子去看牙医啊 批语 小孩有蛀牙 碰到忍不住去看牙医 那个牙医啊 看到小孩子有点 不想坐到那个椅子上面 你知道吗 他就跟他说 你看完之后 我给你看完之后 我再送你糖果 棒棒糖 还有那个气球 给你 请问 他的蛀牙怎么来的 这个小孩子的蛀牙怎么来的 吃太多糖果啊 可是这个牙医怎么还给他 想要给他糖果呢 这是什么 以玉勾纤 所以这是什么西坛 世界西坛 世间西坛 那这个牙医也答应说 除了糖果以外 我还给你什么 卡通牙膏 那个牙膏有卡通在上面 我们小时候都拿过 牙刷 卡通牙刷 卡通牙线 那这是什么 生散 因为这个东西 他能利用这个东西 来让他的牙齿更健康 那牙 牙医 既然小孩子 已经答应 坐在他的椅子上面 他给他处理 他看到那个蛀牙 他一定要怎么样 拔掉它 对不对 这是什么 对治西坛 对治是最痛的啦 我们一般人最喜欢 世界跟生散而已啦 到要对治的时候 哎呦没有 这个 我的烦恼还好还好 我暂时还不需要断我的烦恼 还忍得住 就好像忍那个蛀牙的痛一样 不想处理 可是你真的把它拔掉的话 就是什么 对治西坛 最后呢 这个牙医就教这个小孩 你好 如何正确的刷牙 保护你的牙齿 用那个牙线 防止蛀牙 这就是什么 第一西坛 大致上 让你们了解 施西坛的运用方式 都需要的啦 所以我们不能有一种排斥心 龙树菩萨 他针对这种 人在思想上面那种 纷争啊 他有一个寄送 蛮不错的 在大致都论里面 他说 抱歉 好 我们一起念 各个自一见 细计论起增进 知此为知实 不知为办法 不受他法固 事则无治人 诸有细论者 西皆是无治 他这个基本意思是说 如果你 依自己的知见 而去毁谤别人的 这个善法的话 你是没有智慧的人 因为你的知见 跟人家不一样 你就跟人家起纷争啊 跟人家起那种冲突啊 那是一个无治的举动 没有智慧的举动 所以说不管是佛教 在里面的那个 法门的不一样 经典的不一样 我们都不应该有那种 争论的 更何况是跟其他的宗教 我们都要有那种 基本的尊重 包容心 尤其是这个宗教是 要提倡善法的 OK 那世西餐讲完了 接下来讲 印度佛教的历史 OK 这个比较容易睡着 从释迦佛到今天 佛教已经经历大约 2500年了 它的历史 它在印度有多久呢 1700年 大致上的那个日期是 西元前470到西元后 1203年 那要了解印度佛教的历史呢 它的演变啊 你也要了解什么 印度古文化 古印度的文化 了解他们的文化的那种 所谓 象征 表象 举个例子 在华言经说 释迦摩尼佛从母亲的幼邪而生出来 那幼邪怎么生呢 这是个表象 表征 因为释迦摩尼佛 它是什么 在当时的印度的这个佛教 印度的那个文化里面 他们认为一切人都是从大饭天的身体生出来的 如果你是从大饭天的嘴巴生出来的 你是什么 婆罗门族 你从大饭天的胸部生出来的 是叉地利族 就是王族 你从大饭天的肚子生出来的是什么 肺色 就是 农夫 你从大饭天的脚族 脚底下生出来的是什么 守陀鲁族 就是奴隶族 这是印度人的一个 四种性的 那个思想 那请问 释迦摩尼佛 它是什么族的 王族的嘛 王族的从胸部生出来 就是右鞋生出来嘛 那听懂意思吗 这就是说 当我们要了解佛经的时候 有时候就要参考到 印度文化的那个古文明 他们的表象 他们的一些 神话 那你才能了解它的意思 因为它 它是想表达一个观念的 那佛教的历史呢 你看 佛陀是在印度这个恒河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是印度 那在恒河流域这里 它四十九年的弘法呢 之后 佛法传到 从思路传到中国 就透过这里 经过阿富汗 伊朗那个区域 这样子到中国的 他也是从这边 卖过山脉 去到西藏 往下面呢 去到斯里兰卡 或从往下面去到 那个缅甸 缅甸再 那斯里兰卡 再去泰国 这样子 甚至于从中国 再去到台湾 或香港 那从台湾再到哪里 加拿大 这个要附带一下 讲一下 因为这个 我们现在佛教的这个 它的那个 什么 它的扩张 已经到全世界了 而且现在 说坦白一点 我们佛教算是一个 蛮热门的宗教 在南美 在南美洲 我们佛教是蛮受欢迎的 那 它的历史呢 我这个就是图片 我都会给你们 可是就让你们 大概有一个观念 比方说我们说 有部派佛教 佛教有之后 释迦牟尼佛之后 它又再分成好几个部派 好几个不一样的学校 总共18部派 这里面就有18部派 那这里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图片 可以供你们参考的 佛法从它开始 它有 我们把它分成 三大旗 或者是五小旗 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 初期大乘佛教 后期大乘佛教 还有秘密大乘佛教 经典的节级 都在不一样的时代 产生出来的 一切都是佛说 可是它会有时间 地点 文化的适应性 这个我之后再给你们 那我现在想要讲一个 很有趣的 如果你们对研究佛经很有兴趣的话 你们就 这个图就很重要了 我们有一些经典 我们把它列为是 根本佛教的经典 比方说 阿含经 尼卡亚 就是尼科耶经 阿比坛论 阿比达摩经 阿比达摩经 的经论 《星空大乘经》是属于什么 金刚经 波尔经 中观 思想 就是中观的那个中论 龙树菩萨的思想 《珍藏大乘经》 《地藏经》 瑜伽 《与协师帝论》 中观复兴 就是属于 它是中观与瑜伽的混合 在西藏的那里 有一个中观复兴的时期 那再来秘密称 就是秘教 所有的经典都可以列入 这个其中的一个分判 这样子 所以我们原则上 我们在读经典的话 我们都要知道说 这个是哪一个分类的 这样子 那你才会有一点概念 那这个就太多资料了 我想给你们看 那就跟我一起念了 整体的佛教的五大观点 一 佛陀与佛法 二 三 法印 三 四 四 逾流之与法之四 一 四 四 西潭 五 印度佛教的历史 基本上 你这个五个观点 五大观点 你有相当的掌握的话 对不对 你几乎读所有的经典 你都不会迷惑了 你都很清楚 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分 它在怎么样的一个位置 它是那个拼图的哪一个地方 那我在这里想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了解这个五大观点呢 它能增广我们学佛人的这个视野 鸟看这个真理 佛教的整个面目这样子 面貌 那它另外一点 它有一个作用是 它会打开我们修行人的那个心量 不会变成这个很狭窄 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用慈悲心 耐心 还有包容心 面对世间的一切思想 尤其是与善法相应的思想 那每一个人呢 都能找到他适合的宗教 信仰 思想或法门 但是呢 如果有这个五大观点的这个基础的话 他不会对不同的思想产生 排斥 或者是对立 那当一个人能这样子的话 他对佛法会有什么呢 信心 他对思想 众生一切 他会有慈悲心 而且他对自己的 所修所学 所用的法门 会有非常深入的理解 那就是智慧 所以他就会具备 信愿 慈悲 跟智慧 如果有这个五个观点 作为一个掌握 整个整体佛教那个观念的 为基础这样子 那最后 最后 我不是上 两个月前 我在这边讲 十大愿王吗 有参加的请举授 OK 好 我离开之后 去南美洲 讲同样这堂课啊 我有新的体会 我发觉十大愿王啊 跟什么有直接的关系 你知道吗 跟肆欲流之 也有直接的关系 你看哦 礼敬诸佛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是什么 清净善事 第一个次第 解脱的次第 忏悔业障跟随习功德是什么呢 准备自己 来做什么 听闻正法 懂吗 听闻正法就是什么 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 如理思维 跟法随法行 就是什么呢 常随佛学 恒顺众生 普解回向 这个 这三个 就是跟这两个是这样子 也是这个次第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归类说 这个是 升文秤的思想啊 这是大秤思想啊 可是他们是互相违背的吗 没有 没有 升文秤 何来大秤呢 菩萨秤呢 菩萨秤一定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 升文秤 解脱到的那个思想上面的 OK 另外一个 你们会更 这个是我 更新对 这个十大愿王的理解 另外一个 也跟你们 分享一下 四圣地跟 四红四愿的差别 的那个 关系 苦地 苦即灭到哦 苦地是苦 当你 察觉到众生的苦 你想帮助他的时候 你就会怎么样 众生无边四愿度 诶 苦是怎么来的 由于烦恼而来的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烦恼无尽 试愿段 灭地 就是涅槃的境界 那你就什么 佛道无上 试愿成 那你要成佛 你要怎么样 道地 苦即灭到的道啊 你要修道啊 法门无量试愿学 你看 四红试愿跟四圣地 也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 把佛法 把菩萨道 跟解脱道 整个分割吗 不可以的 连阿弥陀经都讲说 要到阿弥陀佛那里 要修学什么 五根 五力 七菩提分 八胜道分 没有 真正的佛法 没有大秤 身文秤 菩萨秤 什么秤的分别 它就是一秤 法华经说的 可是你要清清楚楚地知道说 你所相应的是什么 你所修学的是什么 不要糊里糊涂的 人家说你就听 那你都不去分别 因为你听别人说 你还要去 判断它 你才能做到什么 依法 不依人 所以我今天所说的一切 你们不用相信我 可是你们要去思考 我这个资料会给你们的 那你们再有什么问题的话 下次我们再讨论 好不好 好 那最后最后 请大家做好 那何长 那我们来做一个回向 那我这个回向都是用 慈心禅 来回向 请眼睛闭上 好 那我们把今天这个善法呢 内心的种种的善法 听闻佛法所产生的这个光明 我们来做一个回向 那首先呢 请大家观想自己的脸 面带笑容 在你的面前 那随着我念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称慧 愿我没有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保持快乐 内心的那个慈悲的那个感觉 内心的那个善法的力量 就如同一盏灯 那我们现在把这一盏灯呢 内心的这一盏灯 把它照耀到整个加拿大 那请随着我念 愿一切住在加拿大的人没有敌意 愿一切住在加拿大的人没有敌意 愿他们没有称慧 愿他们没有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他们保持快乐 那这一盏灯 这一盏光明 我们再把所有的这个局限 所有的界限 全部把它移除 那我们再把这一盏灯 照耀到整个宇宙 一切众生 那随着我念 愿一切众生没有敌意 愿一切众生没有称慧 愿一切众生没有痛苦 愿一切众生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保持快乐 那最后我希望大家用一分钟的时间 想 观想 您身边周边的人 或者是说您身边近距离的人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看谁现在很苦恼 很痛苦 很需要回向的 你现在观想这个人的脸 在你的面前 那你观想他们 得到你的这个慈心 慈悲的这个力量的照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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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